Coco 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石丽 M.I.D. 哦 对 好 七点三十三分十七秒 今天非常高兴 以利高禄 这位非常知名的 我们的金曲奖的 三奖的得主啊 这个 非常美丽的声音 也有美丽的外表 以利高禄小姐在现场 以利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早安 谢谢 早安 早安 能够看到你的庐山镇面目 真是荣幸 你多久没有登台演出了 我其实平常也有 但是我的演出比较少啊 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圆 对 你还住在南澳啊 对 然后我还照顾小朋友 有一个 你女儿几岁 七岁 三岁 三岁 才三岁 这几代 所以我比较少出来 不过很多人说 你得了金曲奖之后 应该就是大放光芒 应该这个灿烂无比到处去演出才对啊 你是选择当一个好妈妈 对啊 因为刚好 刚好就是生命就转到当妈妈 所以我就照顾小孩子 不然小孩子出生了 就把他放给保护 把塞回去 对 以利高露 刚才我们两个在广告的时候 我就请教她 我要这个称呼你 以利还是高露 她说她名字是以利 高露是妈妈的名字 对啊 我是高露的小孩 高露的小孩 那名字叫以利 对对对 这好棒哦 所以我不能 可能不能做什么事情 影响到我的妈妈 人家就会说 这是高露的小孩 对对对 做的事情 这是你们的这个传统嘛 对对对 取名字的方法 好那这一次 成品的这个沙龙的演出 是怎么样 说服你出来 跟我们的这个 另外一位专业人士 来演出这个 音乐与土地的感性对话 因为 这其实就是你嘛 音乐跟土地 对那另外一位是 那个掌声鼓励的 创办人嘛 是 那其实我们有 两个人是有 比较相似的 那种经验 像他也是从都市 我们两个都是在都市 像我是都市长大的 然后他也是 曾经在都市里面工作 嗯 那后来 可能 我们都有一些 生命上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都到 都就是回归到乡下去 嗯 那像我就是跟着我先生 就开始学习种水稻 对 那他也是一样 他就开始 真的有学习种水稻 有 哦 你长得很优秀 对 你有夏天啊 有夏天 好厉害 那还好 一边夏天一边唱歌 你的水稻一定很幸福 很多人都这样讲 他说那应该水稻很好吃 哦 是 对 然后你说陈小姐 这个掌声鼓励 他这个掌声鼓励 很多人知道 也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这个 鼓励是这个 鼓子跟这个 稻税的 倒立的 鼓励 然后掌声就是 手掌的掌 生命的神 好 掌声鼓励 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的广播节目嘛 对对对 好 那 你去揍水稻 对 那他也是一样啊 他又就是开始 回到 就是去认识 大自然 认识水稻 认识农作 那 因为这样子 我会发现 其实那个 我们都是女性 嗯 我发现我们 其实女孩子 很多人 很多人觉得女孩子是用一种刻板的印象是柔弱啊 或者是被动的 那其实 女性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 嗯 虽然他的力 他不是用比较那种激烈的啊暴力的 他是有一种比较就像这个温柔的力量 他会用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去改变自己跑身旁的人 所以叫以柔克刚 对 以柔克刚 你跟这个陈云小姐过去就认识吗 没有 就是透过这一次成品 所以是主办单位 对 邀请你们 第一时间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企划案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也是在想说 哎 这个创办人 我不认识他 掌声鼓励的创办人 然后我第二次在 后来我们就有几次是碰面 我才开始慢慢认识他 嗯 好 这个嗯 当你所谓与土地的对话 就是说你实际有到做 你就是真的 你就是真的这样子 对 种水稻 插秧啊 对 擦擦样种水稻 就把脚放进去泥土里 好美哦 刚开始 你是有韵律的时候 没有 刚开始我没有韵律啊 哈哈哈哈 我今年才擦完 你们家的稻田啊 对水稻 然后一分多 你的夫家的稻田吗 没有 我们也是租水稻 哦 哦 就是租一个水稻田 你们到南澳租一个水稻田啊 对对对 问题是你的先生不是也是做音乐吗 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是擦压 有的时候你因为你可能工作就是可能工作上的关系 然后有时候肌肉没有有些要像腿部的肌肉不是使用到很多 但是透过中水稻那腿部的肌肉就开始使用了 纵水道是要蹲下来 其实是很仔细的 对很仔细 一株一株的这样插 慢慢插 不能插外了 对插外眼下不好收割 每次像有很多朋友会跟我们一起 就是纵水道 第二天就不能走路了 我就不用运动了 会腿酸啊 腰酸啊 对腰酸肥痛 那你现在呢 我现在已经一个礼拜了 我应该还好了 一年你们要插 我就要做一次 对 春军的时候 大概三月 对对对 三月的时候 所以你刚刚插完这个 二月底三月 对 哇 看起来气色还是很好 因为已经隔了一个礼拜 我请问你哦 自己种的水道 然后自己到时候收割了 那就很开心啊 收割 我们还是也有请朋友 其实我们都有请朋友 用机器吧 那个时候还是用机器 现在有机器 但是像边边角角那种 梦不到的 还是要自己收割 自己吃起来 不会觉得 哇 好珍贵 就很开心啊 像有些来帮忙的朋友 我们会 就是留一些 留一些米 是要送给他们的 那他们自己吃到自己 插秧的啊 收割 他们会 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 应该是 有一种 比较幸福啦 满足感啦 自己收割 对 哦 所以你的日子好 你的日子好丰富哦 也就是有啊 是大部分时间 你是在南澳 对 现在因为是小朋友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花莲 因为有小孩 你是花莲人吗 都是花莲人 对 你从小时在花莲长大 没有 我是都市的小孩 哦 你一直是 你们的 你们的 嗯 首先你是在花莲 我是花莲 但是小时候就到了台北 对 到都市 所以我是都市人 你们家几个姐妹啊 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 都很会唱歌 哎 我不知道 在我面前唱歌 高露小姐会不会唱歌 高露小姐很会唱歌 高露小姐很会唱歌 才有以利高露 这个高露小姐的女儿嘛 对不对 好 那你来 当然我们大家都会非常高兴 以利高露这个演出 因为第二十三届的进取奖 当时他拿到了 最佳原住民的这个 专辑 最佳亲人 而且最佳原住民语歌手 所以你到现在 还是会唱原住民语的歌曲 会 会讲吗 会简单的对话 哦 对因为语言就是这样 你没有 没有常常使用 会忘记 跟女儿呢 我现在尽量跟女儿用母语 是吗 对对对 他应该 他应该觉得很稀奇 听得懂 没有没有 他也会听得懂 所以他就会用母语回答我 哦 对啊 我也希望他以后可以就是 讲的会很流利啊 对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的 我也是外婆 很小很小啦 就是也是 在六岁之前 就是外公外婆 带我嘛 那因为外公外婆 不会讲 说中文 所以他都跟我说母语 哦那时候 外公外婆还在 对 你比较小的时候 是外公外婆 带大你 所以那时候的母语非常好 那六岁以后 就开始 一定嘛 是上国小 上小学以后 就开始讲中文 然后开始 那个语言就输 开始很陌生了 对啊 有几次我回去 跟外婆讲 她说 你讲话怎么颠颠倒倒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透过 你跟你女儿的对话 对啊 这个又把这个 祖先的 这个祖灵的声音 继续传递下去 我希望她会 好感人 大家想象一下 以利高 抱着她三岁的女儿 在那边唱这个原住民语歌 跟女儿讲原住民语 然后呢 下一刻她有 你们去插秧的时候 是要穿那个高筒鞋吗 因为那个 也有这种鞋子 因为它是泥巴嘛 对啊 那如果穿雨鞋 如果不是很好 就是那种一般的雨鞋 它是会陷下去 然后种在 种在 就种在泥巴里面 所以我就会 没有穿鞋子 哎呦 刺脚哦 对刺脚 哇 好性感哦 好性感哦 哈哈哈哈 赤脚的以利高路 长得漂亮亮亮的 但是在这个 种到插秧 这多 两个夫妻 两个同时工作吗 对啊 一起啊 哇 这个也有朋友帮忙 这个地方 这个男傲这个地方 是你们选的 还是因为你的先生 当初 他找的 当初是因为有一群朋友 现在有很多那种年轻农坡 我知道 然后一群朋友 他先到南澳去 那我们的 我们本来是在花莲 就是我老家中 先试 先学习 然后后来看到一群人在南澳 那我们就想说 就跟着朋友一起住在南澳 就是宜兰这个地方 然后那这样子才可以 大家互相帮忙 不然的话 你两个人就很辛苦啊 对啊 然后有些什么 特别是农 农事 我们没有 没有 不是以前就在接触农业的 所以有些农事的资讯 要可以互相交换 就是现代年轻农夫们 大家集合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你的生活 这几年新的感受 就更会投入这个 这一次的3月27号的演出了 对不对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 3月27号 两位美丽的女士 她们有跨领域的专业的对话 最重要的是 她们都跟土地 有非常亲近的关系 掌声鼓励的这位创办人呢 陈云莺小姐 她是 她就是小农的一个 非常精准的代言人 跟实际的实践者 那伊丽高露 她本身原来是一位 非常知名的 而且得奖的歌手 她跟土地的这种 实际的相结合 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 在成品松烟的表演厅 3月27号 这场演出是叫做 听见倒睡里的温柔力量 套子应该在风吹的时候 真的会唱歌 会哦 怎么唱 刷刷的声音 就是刷刷刷的声音 然后你会闻 如果她已经长 就长成熟了 有时候会从风里面 闻到那个 稻香 非常 非常的香啊 我跟你讲 我还好 没有听 我听不听 也许她有讲话 可是我接受不到 或是她互相在讲话 互相在亲吻 就是很美啊 对 你讲那个亲吻 真的很美 就是大家互相 在那个风里面啊 摇动 真的很美 觉得这个音乐会应该 成品应该把大家 带到你们家旁边 去 对 我们这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非常谢谢 伊丽高露小姐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打赏的言计划 风 卷起尘埃 纷扰的心散乱 越过春庄 躲在河岸 越过春庄 落在河岸 没有过去啊 时间消失啊 静静地躺在等一上 这个坐以利高路的女儿 好幸福哦 你大概就自己唱 摇篮曲给她听吧 她自己会唱歌 她睡前会自己在那边唱唱唱 唱到累就睡觉 果然是制作人跟歌手的女儿 天生就是了 将来她可能会是 更优秀的歌手了 可能是有时候我们工作嘛 她有看到 所以她就会 就会学习 或者是我们的环境 其实很多音乐人 都很喜欢自己这弹制造 所以她可能就会有 稍微受到影响 将来那个有经纪人 会马上把她签下来 现在我们播的这首歌 也是你的专辑里的一首 这首歌叫 美好时刻 其实就 因为我四年才出一张专辑 其实这就记录这四年 我自己的 这是你的第二张专辑了吗 对第二张专辑 恭喜恭喜 第一张专辑就得奖 对啊 那你第二张专辑又要得奖 我还不知道 是新人啊 现在已经 这个 秀人 资深的 这个 不同的奖项了 那个时候 一出道的时候 就得了三项 这个金曲奖 嗯 好 好开心哦 对啊 就是觉得 我有时候觉得 得奖是一件 就是运气啊 是吗 对 需要一点 需要 后来我 你好谦虚 没有 真的 这是一种感受啊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 也许你天分 地利人和 对 天子地利人和 有时候不能强求 嗯 对啊 那第一张专辑出 出了之后 得了三项奖 嗯 金曲奖 那现在第二张专辑出来了 这个就是美好时刻 对美好时刻 就是你的专辑的名称 是 嗯 会不会有压力啊 盛名之类 还好 我因为 我觉得我的生活啊 嗯 就是因为我 你要像稻子一样 反正稻子就这样 风一吹就 就往走跑 因为我 就是 在南澳 嗯 然后 不是住在台北 所以我后来 得奖过后 我还是回去过我的生活 对啊 很多人说 那边的生活的人 他大关心的 还是自己的经济啊 或者是自己的倒作啊 或是什么 他们的生活 就是不太会有人去 去特别提起说 哎 你是金曲奖的 所以我觉得 我在那边就比较不会 有受到这种压力啊 然后就还是做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创作上面 就是还好 就是因为我的生活 就是有隔开 就跳到另外一个世界 可是你很 这个 厉害的是 四年里 生了一个会唱歌的女儿 然后 还种了田 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之外 你还出了一张专辑 对对对 可见在你的生活 在这个 这个倒税的进展当中 就跟倒田一样丰收嘛 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好时刻 事实上你的 嗯 你们三月二十七号的演出里面 有好几首曲子 也是这个新的专辑里面的作曲 对 这个是你自己的作品吗 对 都 都是我自己 你作曲的 我作曲的 还有制作人 他也有写词 所以算是我们两个人 对 所以算是我们两个人的 你们夫妻的那个产品 作品 你们好厉害哦 女儿之外又做了这个专辑 也是四年 大家都说好久啊 不会哦 四年一位漂亮的美丽的会唱歌的女儿 加上一张专辑耶 好幸福 真的恭喜恭喜 谢谢 然后那这一次的曲目是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两个的生命很接近嘛 像第一就有休息跟城市 其实就是在讲 当时我们在 我们会互相也会有一些分享嘛 当时我们在都市的生活 然后我们可能就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当时都市生活是做什么 那为什么会回乡下就做一些这些生活上的分享 那优雅的女士 我觉得 就是创办人 对 创办人就是有给我这种感受啊 就是 说陈小姐 对 小生鼓励的 对对对 那她 我觉得女性 就是我觉得 以前我看到很多 我跟女性接触 我觉得她们有一种 坚强的力量在身体上面 不管就是生活 生命中遇到什么很多的事情啊 她依然可以用一些 就是用 她利用她的坚强 任性的力量去继续 就是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特别选了 专辑里的优雅的女士 对 这首在27号所要演出 也会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新的歌 天曲目会在 那这位优雅的女士 她要跟你有对话 对啊 她会唱歌吗 嗯 我们保持 我们还是神秘 神秘一点 我会邀请她在台上唱歌 她在开玩笑 没有关系 她开玩笑就说 会 她怕会影响什么 影响那天的演出 我觉得不会啦 对 所以我们的演出 上次是 范宗佩跟吴宝春嘛 对对对 那 吴宝春是听古典音乐 做面包 范宗佩跟她有对话 嗯 所以这一次70分钟也是 我跟她一起对话 你跟她对话 对 那你们的主题是 事先有演练吗 我们主题是几天 前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讨论 对 一直在讨论 一直在讨论 那可能在 最近会再 再做一次讨论 然后演练一遍 对 因为你们两位跟 土地的 嗯 这个连结的 呃 活动是一样的 但不太一样 因为她不太 她没有去插秧吧 哎 她也有去体 她也有去体验 她要去体验过 对啊 一定要体验 就是你要做 如果说这产品的推销 或者是什么的话 她都有 她好像有记得 她有说 她有去体验过 所以各位 她们在演出的时候 是优雅的女士 可是你要想想 她优雅的女士 光着脚去插秧 我看你大概也蛮优雅的 你们都是优雅的农夫吗 嗯 不叫农夫 就农 农女 对哦 对哦 性别上面有差别 女农啊 女农嘛 对不对 对啊 好 今天你们还有一首 还有好几首曲子 你再帮我们介绍 像倔强的微笑 嗯 我常会跟人家 介绍说 一个人啊 她 我常会跟人家 介绍说 一个人啊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 要做自己的事情 那你一定要有一些 比较倔强的性格 不然的话 很容易受到 别人的影响 别人说 哎呀 那个不好 这个不好 什么什么的 嗯 那你 你只有你知道 什么东西 对你的生命很好 嗯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也是从我身旁的人 对 身旁的人启发的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 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完成 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你刚刚讲的 女人有的时候 她的柔柔软 反而可以完成一些 刚刚讲的事情 对 倔强 但是是微笑 也不是倔强的骂人 对 这是以利高路 非常成功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首 美好时刻 对刚刚大家有听过 这美好时刻 现在是你的心情吧 对啊 美好时刻 我们分享幸福 分享美好时刻 以利高路 3月27号 在松烟成品表演厅的演出 是 非常欢迎你 也恭喜你 谢谢你 今天来到闲账 谢谢你 好荣幸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